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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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演员 导演 编剧 麦克风请拿起来 你坐我旁边 大家可以坐下来 我们先跟现场的粉丝朋友 还有我们线上的 包含我们IG Facebook 跟爱奇艺国际站的 这个微博上面的朋友打招呼 好不好 从小众的这边开始 好 哈啰 哈啰 嗨 有有有 喂 真的没有 好 没关系 这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哈 哈啰 在直播 看直播 还有现场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法力 也是梦之神 郑元昌 好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 还有直播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柯佳燕 有牌子可以把灯打开 没关系 哈啰 哈啰 很开心 那个 也可以跟大家一起看 最后一集 我还忍住了 没有先看那个 线上抢线 真的喔 所以我是真的还没看 然后需要卫生纸举个手 我们等一下PASS给你们 哈哈哈 谢谢大家 我是曾志乔 嗚呼呼 哈啰 朋友们 神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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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开始了是不是 对 对 一直在播 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冯文博 迷之停顿 呃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 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智慧之神李普辉 严玉玉玲 耶 導演 大家好 我是导演 子鹏 大家好 我是编剧寿司 其实大家知道这个戏 其实上个礼拜 《华视》已经播到第12集了 所以其实现在是正在最烧脑的时候 那 因为我自己在最早12集的时候 我也是脑子是非常的痛 想说 我到底要把它看一下 还是要休息一下 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你们身边的朋友 因为现在这个戏正在热播 所以你们身边有什么粉丝 或是朋友 有跟你们分享过 看这个戏的一些心情 或是对你们有些疑问 有吗 谁要先来 曾志祥要先来 就是 这一部戏呢 我遇到的最疯狂的粉丝呢 就是我母亲千玲本人 OMG 我拍过这么多的戏 我妈没有这么迷过 就是 可能我觉得这一次也用了很多 阿美族的信仰根源 那我妈妈是一个很浪漫 敬畏天地的人 所以可能 郑重了她的心怀 谢天谢地的人 对 然后她又很喜欢美术 她觉得这部戏的很多镜头和角色塑造都很漂亮 然后她超猛喔 那个寿司 欸 寿司有来吗 寿司 寿司你刚刚在找吃的吗 她想说没我事了 我介绍 寿司 我跟你讲 我妈在第三还是第四集 她就猜到 嘎嘎那样会不会喜欢谢天地 喔呦 是不是超可怕的 她就 你是不是觉得不甘心的感觉 还是 你不觉得 我们第一集就破梗 有有有 对对对她就一直在推算 是不是谢天地 她会 然后为什么雨神不会只是雨神 她为什么是代行者 她就觉得那何必要多一个身份 所以她就一直在猜这个人类 她应该不是只是一个人 她应该是一个代表 你说妈妈在看到三四集就猜到了 对 好可怕 而且她是很确定 她一直质问我 她有没有 我就一直顾左右而言她 她有没有在家不小心看到你的剧本 哈哈哈哈 她应该是在你不在家的时候偷看你的剧本吧 还要装很懂 该不会还有眼吧 在家里自己演 所以你碰到最疯狂的粉丝集是你自己妈妈本身 对她每一集都会连载一个像漫画的东西 然后就一直在自己推测 有没有可能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天啊 那其他人呢 碰过什么比较疯狂的粉丝 或是人家跟你分享这部戏 有吗 玉琳 还是孟柏 我觉得有一些粉丝已经开始 开始一直回头去抽丝剥茧 到有点可怕的地步 他们会把每一个画面的那个橙色都放到最大 然后去抓说 为什么这里有这个颜色 为什么这里是1990年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 我觉得 他们那个探索的欲望好像被我们养得很夸张很恐怖 所以像玉琳这一次 其实你这次演的是算是智慧之神 然后因为我看那个在那个算是花絮里面 你好像一直分享都快要哭了 因为你这个角色其实是有点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好像只是创造出来要陪欧辣这样子 那你那时候 你说在演这部戏演这个角色很像在演戏 但是什么样的心情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好不好 就是像演戏有时候是剧本写好了嘛 那我们就是照着上面的台词 但是那个东西我好难形容 它就是被你安排好了 你安排好你等一下就是摸这张牌 你等一下就是胡这个牌型 但是有趣的是那个 你是本来就很爱打麻将吗 很特别的举例耶 大学的时候还蛮常打的啦 是 然后就是那个东西 虽然事情都已经被安排好了 但是当下的那个喜悦啊快乐啊齐聚 那些都是真实的 对啊 我都觉得好像跟拍戏这个东西很像 对 因为我看你男的在花絮当中 自己分享到快要哭的感觉的时候 觉得真的角色要消失的感觉 其实蛮动人的 对啊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相信 有一些的存在 尤其是自己 嗯 不要相信别人 那假演了这一次 其实你在前面有演老庄的部分 其实我真的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想说 诶 这个阿姨是谁啊 这个阿姨 有认不出来的感觉 其实你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老庄 对啊 那个老庄是 我觉得这次戏里面 采运阿姨 对 采运阿姨 蛮特别的一个尝试 但原本其实没有要做到这么老 是一画完想说 诶 怎么 就突然好像比想象中 还要再老很多岁这样子 可是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效果 但其实 就是采运老师的这场戏 原本 原本 就是制作团队是希望说 可能找一个比较年纪的演员 来把他演掉 嗯 那我们经过讨论之后 就觉得如果是我自己 来演的话 好像会 我觉得运这个角色好像会更立体 就是对于他可以 变成很多 样子 嗯 这件事情 所以就也 觉得说 只有两场戏而已 可是制作单位在呈现 云这件事情上面一点都不麻糊 还是愿意请来特效团队 然后大家一起 画了四个多五个小时的 一个特化妆 对 对 因为这个戏我觉得大家会这么喜欢 是因为除了剧本非常好 导演非常厉害之外 其实里面所有的细节啊 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法力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是我个人想要问的问题 就是说 你自己剖析 你自己跟嘎嘎萊 在里面的那个情感到底是什么 因为你有一段就是 你跟他聊一聊 然后你就把手抓来摸自己脸那边 然后那个 那时候突然我就突然跳出 啊 原来你是这个路线喔 还是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到底是你在设定上 还是说 是导演要求这个动作还是什么 呃 那是我当下的感觉 呃 做出来的表演 嗯 然后我觉得法力跟嘎嘎萊 他 他比较像是信仰 就是 最终信仰的一个象征 嗯 他 我觉得他应该 法力应该是全剧里面 应该最相信最相信 嘎嘎萊 存在这个角色 所以当他就是被遗弃了数千年之后 他其实在你看到那个摸脸的那场戏 所以其实他是已经有点疯癫跟 疯磨的状态了 所以他其实已经分不太清楚眼前的是嘎嘎萊 还是嘎萊 嗯 然后他甚至也不太清楚是我 知道他是嘎萊 我现在讲的你可能会听不懂 就是 不会不会不会 我知道他是嘎萊 然后故意把他当成嘎嘎萊 或者是 我知道他是假的 但是我就是想要 把他真的说 对对对 就是那个目标 那个是不断的在转换 对因为你们那场戏 真的是我一直就是从头看 就是拉回去看一下 拉回去看一下 漏掉一句话都觉得 他怎么讲到后面那边去了 这样子 其实那一段台词 我觉得 壽司把那整篇解密的台词 里面有一句 我觉得当初拿到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最难处理的 哪一句 就是不要以为你躲在雨中 就不会让别人看到你 为他流下来的眼泪 嗯 有那个梦有一天会醒 然后什么 我有点忘记 因为那时候我在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 哇好失忆 但突然下面一句话 又变得突然就是很疯狂 所以那时候我 就是还没再演这场戏的时候 我在想这句话到底要怎么说 但后来真正在拍戏现场的时候 其实 我觉得那个 就那个 欧拉给我的感觉 然后还有导演 就把整个现场的那个火盆 整个景都设置好了 我觉得 自然而然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很多台词其实就是水到渠成 就 不用特别再去想 他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嗯 因为这部戏我真的 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导演跟我们的编剧 因为编剧其实是一个 是个男生 但是我觉得他写出来的那个 台词啊 或是里面的哲学的诗意 都让人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所以你们在现场是有 比如说有很多台词会有 现场改编吗 还是什么 导演可以回答一下 欸 其实我已经忘了 有没有改这件事情 可能只是 呃 比如说像那个 法力在 刚刚提到说他讲那句话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 我也是印象很深刻 那一段非常的长 嗯 然后我们记得 我们那个 瘋的家大概 迪法利安大概拍了三四天 嗯 那等于是循序渐进的 就是 让可能一开始先拍 智慧之神跟法力的部分 那再拍法力跟欧拉 他折断梳子 可能第二天是这个 那第三天 再去拍 他对欧拉说 嘎嘎啦样 是嘎嘎啦样 在这件事情 然后我记得 法力那时候 小众那时候有跟我讲说 他就先跟我讨论 他就跟我说啊 其实我那一段 可能会有点疯狂哦 嗯 我说好 那我就跟我们的那个 摄影的 摄影老师 还有我们的 所有的技术组们都说 他可能等一下会 怎么走怎么走 然后我们先走过一次 大概都把他抓到之后 其实我记得那个镜头 我记得只拍了一次 嗯 最多两次 对 然后 然后 还有欧拉 最后在 被说他是嘎嘎啦样的时候 他哭的那一个 也是只拍了一次 还是两次而已 嗯 就是那 他们两个的表演到那一刻 我们都觉得不需要再 補更多的镜头 就留给他们的表演 嗯 所以那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所以讲到 如果是台词的处理的话 其实 那个小众好像说 他已经从 开拍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就一直在 处理那一场戏 就觉得是 对演员来讲 对 对 所以他在 他在走戏的时候 他没有带太多情绪 他就是现场的时候 就直接拍拍的时候 就直接出来 所以 嗯 我觉得那个东西 他已经理解很通透 所以就没有什么台词 饒不饒口 很难说的问题 已经有点像是这个 戏的一个魔幻时刻 因为刚好拍的时候 也接近快沙青的时候 嗯 那问一下寿司 就是说 像这一次你们在安排 偶拉那时候要消失的时候 然后进入到他心中去看的时候 他的那个画面是 他跟天地两个人 只是看电影的一个 在家看电影的一个 非常平凡的画面 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呢 因为我觉得 最浪漫的事情 应该会发生在最 每一天最平静的那一刻 就很像是 我觉得 这么讲好就是 如果你会有一个很无聊的陪伴 而快乐的很深 我觉得那就是爱得很低的意思 嗯 对 然后这边其实我们知道天地 在第十集左右的时候 其实突然有一些 嘎嘎萊昂的一些神力 然后他去治愈了 自己的阿嬷 还有阿布 但是后来有个护理长 他希望你就去救他们家人 但是你没有办法嘛 所以你那时候 深刻体会到嘎嘎萊昂说过 这个 因为无所不能 所以无能为力 因为无能为力 所以给予祝福 想问一下各位演员 就你们有没有在市场生活中 有这种 诶 明明做得到啊 可是却无能为力那种 无奈的时候 孟柏你有吗 还是你都很顺利之类的 我都很无奈 都很无奈 我 我 我会这么喜欢 我会这么喜欢这个剧本 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在我的生活之中 我就非常常把那些无奈 变成一种另外的解释吧 嗯 就是我觉得哦 我现在会有这个感觉 那或许他是会伴随我成长的一种力量 也或许他有另外的目的存在 所以我不要太纠结于这个状态 但当然讲是这样讲 自己还是会在那个状态里挣扎 不过 我是这样 我是很常这样子思考事情的 所以 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 剧本说 说的这些 所有的事情 正面与反面 嗯 对 其他人有过类似这种情况吗 我 我 我的 我的人生当中 其实 没有什么 无能为力的时刻 因为我能力非常有限 所以 没有到无所不能的 对啊 下次 我又不是我能力有限 你该不是搞搞哪样吧 我只是一个平凡人而已 所以 所以 你说 无所 就是没有 那个 无能为力的时刻 因为我觉得 我的字典里面 比较不会有 后悔啊 或挣扎什么 嗯 所以就很多东西 看淡或者是 就哈哈哈哈 但不代表是我没有想过 但就是 不会让那些 負面的 情绪在我身体里面 太久 对 所以 就一下就过了 嗯 佳妍 题目 题目是什么 对题目我也觉得很困扰 我们换一个题目好不好 你不要叫我来 这题目这其实我也回答不太出来 没有所不能 但是 你有些时候你想做什么事情明明做得到 但是因为某些环境或什么 所以你不能去做它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他把我讲 譬如说大方的在路上跟男朋友喇鸡啊 这种 就是有一种无能为力 非常有 今天不好意思 她现在真的是老公不是男朋友 真的 我是舉例 舉例 舉例 不是啊 這個 我是覺得 就是小鐘剛剛講的沒錯 就是 你有沒有什麼想做 但是無能為力的時候 我覺得不會 你有什麼想做的事你就去做 就這麼簡單 但是除非你今天 做不到就不做 做不到就不要做 對啊 但是所謂的無能為力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除非它牽涉到生死 要不然我覺得它不太會有 所謂我們無能為力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這題並不是說沒辦法回答 是怕一打就打兩天 對對對 要嘛就不要打 要嘛打兩天 我們換一題好了 開一個禮拜的課 大家要開始深論 沒錯 我們來講 換一個問題好了 你讓我答一下好不好 你居然想答 我想到 我想到 但是你不想答 我怕我一講講很久 我怕你開自己來 我想到了一個長輩他跟我講過一個有趣的比喻 他也是相信有嘎嘎啦樣造物組存在的那種人 他說他覺得造物組是一個最棒的教育家 他說他什麼都做得到 可是他不出手 因為他要讓你學會 要讓你學習 我覺得有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默默都進入了前輩的年紀 你在帶員工 或者是你在跟晚輩分享一些事的時候 會有那種感覺 對 就是你想想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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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嗎 我一個人當十個人就這樣就這樣就好了啊 可是你不可以這樣子 就是教練不要一直下場打球 你不知道球員會不會打 就是好像到了這個年紀的時候會 就是當然我們跟嘎嘎來樣還是有 你知道天與地的距離啦 但是我覺得你慢慢 我自己覺得慢慢長大的過程 還蠻常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會很自以為是覺得 我自己來就好了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人 每個階段要學習的東西不太一樣 嗯 玉琳這一題有辦法答嗎 還是你也會答兩天 我真的好困惑喔 因為 對 因為你剛剛困惑到現在表情都沒有 最近實在困惑了你知道嗎 而且你好勇敢還敢問他 對啊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努力執行了OK 是不是就像我想要中頭獎 我每天去買那個彩卷 但是我中不到 這是一種無能為力嗎 真的是一種無能為力啊 這是一種無能為力啊 但是我要去想 你所不能的部分呢 還是有一種 你相信自己會中 還是要去相信他 就是有一天你一定有可能有機會 嗯 也許兩百 不是 那個彩卷不是你無能為力 是你買的太少了 你拿兩千萬去買就一定會中啊 我真的就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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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就無能為力買多分啊 你就包牌就一定會中啊 喔 我懂了 兩億拿去包嘛 那我真的無能為力 那真的是無能為力 兩億拿去包那還需要中嗎 你只有兩億還要買嗎 好啦 不然來問一下 不然這個 因為這個戲其實有很多講到 時光倒影的東西嘛 我覺得 裡面有個其實有一句蠻 而且我先請問一下 壽司 你本身是有哲學的一個背景嗎 還是 我可能是比較偏迷信 迷基督教的 喔 是嗎 所以我是有信仰的人 對 因為這個你 有信仰但不是迷信嗎 你算嗎 對啊 我是有信仰的 而且我覺得我算是蠻相信的 所以我真的自己叫迷信啊 嗯 對 因為這個戲裡面其實有寫到那個 比如說時光倒影是一個詛咒 然後其實當你看到這個未來的時候 你已經 未來已經不存在 想問大家 如果真的有 有這種可以看到時光倒影的能力的話 你們會想要具備嗎 或是想要看到自己什麼樣的未來嗎 我不會 完全不會想看到 我不會 因為我覺得他戲裡面講得很好 說你 當你看到時光倒影的時候 你已經失去你的未來 是人會 就很像算命一樣 你先算了 你就自己會不知不覺的 好像朝著這個方向 這個軌跡去前進 我覺得呢就有一點 有一點你聽了 然後好像把自己 眼前的路困住 你認為自己只有朝一個 只能朝這個方向去 也有一點像自我催眠 我覺得也許不用先知道 還是靠自己努力 或是你隨著自己的心去決定 你想要去的方向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有時候 不要先知道 萬一先知道 你知道你可能 十年之後 很有錢 超有錢 可是你從這一刻知道 如果你就什麼都不做呢 我覺得未來也是有可能會改變的吧 對 其實某一集 前面就有一個這樣子的故事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先知道就不好玩了 嗯 其他人呢 曾志祥你 因為其實我略有一點點這種奇怪的體質 天啊 就有人看過我寫那個 一個人去丹麥寫一本書嘛 那個時候就是我聽到了一個聲音 可是我一輩子也只有聽過一次 大家不要太害怕 就我聽到了一個小女孩的聲音 跟我說 你可以一個人去丹麥寫一本書 那是用什麼語言呢 中文嗎 中文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天使 也可以說 可能是我內心深處的一個聲音 那我就不舉別的例子啦 我人生發生過幾次這樣的事 可是我覺得這個也跟我們距離 劇情的走向分享的蠻像的 因為你其實沒有辦法選擇 你想不想先聽到或看到 是 你有這個命運 或是你有這個特質 或者你稱它為天賦或者詛咒 你有你就是有 你也不能說我不要 嗯 對啊 但我自己的個性是 尤其也 因為這個也很多年了嘛 一點點這樣子的特質 我是覺得我的面對方式是比較像是 我看到了 即便它再怎麼具體 也不要去好像 預先準備要執行那個東西 但你會對抗它嗎 還是你不會 對啊 但是我比較沒有那麼可怕是因為 我大多沒有看到很可怕的事情會發生 嗯 大多是比較有趣的 或者是 就是很有夢想的事情 或者是 哇很大的一個驚喜要轉變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好像如果你 不論是透過 可能某一個算命的人 突然跟你講了 或是說某一個前輩預知 或你做了一個夢 我就覺得 當我們相信它一定要那樣發生 其實我覺得這跟人設定目標也很像 有些人就是太能幹了 嗯 三年內我也賺到一千萬 七年內我要變什麼 他就是 本身這東西本來沒有不好 因為你有這個能力 可是你就 期望它一定要那樣發生的時候 就比如說變得很可怕 嗯 你就被限制在 一定要這樣 然後你會強迫自己 強迫所有的元素 都要照著那個答案走 可是其實 因果存在 可是一切都有可能改變 也會有奇蹟發生 是 所以我覺得 太過執著 他就變成一個很可怕的 執念 嗯 我的想法比較不一樣 我最想聽這種不一樣的 對 我覺得我跟法力很像 嗯 他在戲裡面最常說的就是 時光倒影是 嘎嘎啦樣安排好的未來 是無法改變 也是無從質疑的事實 嗯 因為時光倒影其實 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 全部都已經發生了 所以 法力在戲裡面所做 所說 其實 他是很 他並沒有看過時光倒影 他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 他 深知 無法被改變 他所說的每一件事 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實 都已經決定好 在未來就已經決定好了 所以這告訴我 我在法力的身上 我學到了 其實 我們現在當下做的每一刻 就灑開來 放開來 去說 去做 就是 有時候 我 就真的不用想那麼多 哪怕你現在想那麼多 我是不是該選擇什麼 其實那個在未來 都已經是已經確定的 嗯 然後 我覺得 對 宿命論 就是我比較相信宿命論 我相信嘎嘎啦漾 對 然後 但是那個嘎嘎啦漾 我覺得壽司 他的 他的神 跟我相信的那個故事的精神 我覺得是很像的 對 我其實也是算有一點宿命論 我沒有聊過 所以我才會覺得不用去算命 其實你就是跟隨自己的心 就是會發生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跟他都覺得我們聊過 就是人 出生那一刻開始 你這輩子的劇本其實都寫好了 會怎麼樣都是註定的 就是包括你的 你可能起來掙扎 或是反抗這些想法 包括你的這個反抗 都可能都是已經 都是註定的 那早就都註定你在這一刻會反抗 這樣 或是會去質疑 包括你的質疑都是註定的 我們是有聊過 覺得 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不用去算命啊 你也不用去看時光倒影 就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所以你們覺得未來都已經決定 然後你們現在就擺爛在那邊 也可以喔 這就是你當下的選擇 對 未來都已經決定好了 就在你在擺爛的同時 你會不會得到什麼神的啟發 很難說 很難說 偶辣呢 我是連劇透都沒有辦法接受的啊 比如說你 你最近有一部電影很好看 如果你跟我說很好看 我就沒辦法接受了 連這樣都不行啊 就是我就會預設了 所以你生 可以跟你說很難看嗎 也不是 也不是 我跟你說某個餐廳蠻好吃的 這樣會 踩到你地雷嗎 哈哈哈 你可以去吃吃看 那家蠻好吃的 餐廳一定要好吃 一定要好吃才會吃 但是電影 我們可以跟你說 你去吃吃看啊 好不好吃我先不說 哈哈哈 這有問題吧 跟你聊天要非常忠心就對了 對啊 忠心一點 不然 那要怎麼推薦你 好緊張我跟你講話啊 你要推薦電影嗎 對啊 那怎麼推薦你 去看那部電影 對 但是值不值得看 就去整到這邊 去看你看完我們討論這樣 然後我會閉眼睛 就是不接收你任何的訊息 哦 所以你不希望有任何 關於未來的人家庭跟你講的畫面 或什麼出現都不行 對或許 或許他們他們講的 他們講的觀點都非常有道理 但是我就覺得 即便是世界是被注 未來是注定好的 還是要享受一下 嗯 這種不確定感對不對 對 玉玲呢你的想法 我是可以 我希望可以被一點點劇透就好 希望小劇透 像是 樂透號碼之類的 之類的 其實其實我小時候有過一次耶 小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 國中還高中吧 國中然後那時候補習 然後大概也就是像 這是一條 小巷子 嗯 然後大樓的牆壁 牆壁 你竟然說他們是牆壁 等一下 我只是舉例而已 我舉例而已 他們不是站著 他們坐著還OK 然後那邊是電梯門口 嗯 然後就下課了 然後我就走出來 走到這裡 所以其實這個巷子是很小的 然後這個通道也很小 所以都是死角 然後我就突然走到了這個地方 門口 然後突然停下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停下來 就好像有一個東西 就是說你這邊停一下 然後我就停一下 然後就咻 一台車子衝過來 哇 然後我就嚇到 我想說 什麼然後的 你們可不可以 有一點情緒 其實他沒有被撞到 他是想分享這個幸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 是 是這個意思喔 喔 沒事 我尊重你的幸運 好啦繼續講啦 開玩笑啦 所以 只有那個聲音叫你停住這樣 對我就停在那裡 然後看著那台機車就這樣衝過去 蛤 這機車我以為是很大孩 沒有那是小巷子而已 哈哈哈哈 你們先車子看 機車欸 你們撞到你這麼痛啊 他是小孩 他小孩被機車撞到你是不是會嚴重 對啊 那當下那個時候 我開始相信就是 有一些聲音是存在的 你知道 嗯 滿滿滿 蛤 怎麼你是 蛤 排氣管的聲音 不是排氣管 沒事沒事 你不要表演影響 你相信自己聽到過聲音就好了 沒事 你不要這麼容易被人家帶著走 很好好不好 不過這個 因為今天其實要播出最後一集了啦 我覺得要不要跟一些 比如說 沒有到現場的 或是在線上的一些朋友 跟他們呼籲一下 為什麼一個理由一定要看到最後一集 把他看到完 導演你先來好不好 我覺得最後一集 呃 在開始解謎的這 11 12 13集當中 第13集是 我自己在拍攝的時候 最 呃 最興奮的一集 因為即將要解謎了嘛 那 希望說能夠讓觀眾也能夠得到 受視在編劇這個故事的 最大的反轉的魅力 嗯 我當時也是覺得 我記得我們當時 我們大家一起讀完分的時候 看到第13集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 都 都很 想說怎麼辦 哈哈 要怎麼呈現這個東西 把它做啊 因為那個東西是已經 很完整的 所以 接下來的任務 對我來講 就是要跟這群演員一起把 這個故事最核心的東西 其實在第13集呈現出來 嗯 我覺得這是觀眾一定要看的原因 我覺得這個真的 我覺得你如果這部戲 已經追了12集 沒有理由不把第13集追完吧 因為你已經有 其實有這麼多的疑惑什麼 在最後有一個這麼棒的一個收尾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部戲的結尾的 那壽司呢 你也來講一下 嗯 就 其實這部戲 為什麼寫這部戲 其實全部在第13集 一次講出來 嗯 然後每一個角色存在的必要性 以及這故事的存在 為什麼開始 是從結束開始的 嗯 對啊 就像是時光倒影嘛 之所以是倒影就是它已經發生過了 我們是把 結局放在我們開頭 嗯 我們的結局其實也是我們的起點 嗯 所以一定要看 好的 來從玉瑩這邊開始來 推薦一下 對啊 都已經吹了12集了 然後 看 看 真的啦 就是一起 共享這個祝福我覺得 然後 真的去相信 就我覺得 相信這東西就像我們 在當演員這件事情 我們也是去先相信這些東西啊 對啊 那就是 就是 一直相信下去 然後 最重要的還是要相信自己 嗯 因為相信就會存在 我相信這一部 這部戲只要講的一個東西 齁 孟柏你也來推薦一下 推薦給看了12集的人嗎 還是 也或許都還沒有看都可以 或是這部戲 都為什麼要看這部戲也可以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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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定會有所收穫 就像剛才壽司講的 你不看到最後 我覺得 你如果不看到最後 你很難 把這個戲完整的帶走 但 最後一集 其實 資訊量雖然很龐大 不過 它算是一個 它算是對每一個 問題 提出了一個 我們的解答 對 就是 我們賦予這個問題的一個 方向 不是解答 答案還沒有出來 答案還沒有出來 但我 我很喜歡 我們大家都非常的喜歡 我們在過程中 如果 沒有喜歡這個劇本 是很難呈現 是 呈現出來 然後 我也很喜歡跟大家 在拍戲的時候 那種 所有人都相信這件事情的感覺 那感受真的非常的棒 那我相信 如果觀眾 好好地看這個劇 我們的那些很真實的 喜歡這個劇本的感受 都會 傳到你們身上 那我相信 你們也會有所收穫 就很 真的很真心誠意的推薦給大家 是 田地 我自己看劇本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就是第一集 還有第13集 對 所以 我覺得這 第13集 如果沒有看這個劇 有可能有點像是 真的就是斷手斷腳 你好像沒有看過一樣 對沒有看到最最核心的 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 這個戲是沒有答案的 他提出了一個很酷的問題 有緣的人 會自己去體會 然後 嗯 我覺得最後一集也是 因為我一直 我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其實蠻困惑的 嗯 那就不去做這個聲論題 講不完 嗯 那我覺得可是他畢竟是一個人類的代表 我就覺得說 我們有時候看似自己很渺小 可是我們做的決定 其實可以帶來很磅礡的影響 嗯 我覺得最後一集也還是給我這樣子很 磅礡的一個震撼和反轉 我很喜歡也很感動 嗯 欸插題一下 那個戒指有在賣嗎 有 有 我有齁 我剛剛看你 好好好 沒事沒事 個人想收藏而已 不好意思 我最喜歡12集 因為我的戲分最多 嗯 沒錯沒錯 我也喜歡12集 戲分也是最多 真的好有責任感喔 好棒喔 好棒的演員就這種 都不會偷懶 有些人說我只有一場 照拿一集的錢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 這個劇本 這個故事 他探討所謂 真實跟夢境這件事情 還有相信這件事 我也是很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其實自己在 播出的時候 也會在群組裡面討論啊 然後包括 每一個謊言都是 來不及 實現的願望 來不及說出口的願望 這件事情 就是我很喜歡就是 關於真實與夢境 你相信什麼 我覺得那就是你的真實 那就是屬於你的真實 最主要是你 真的相信 嗯 那已經 我想說 看到現在已經12集了 沒道理不看最後一集吧 是是是是 對啊希望觀眾一起 我覺得 一起看到最後 然後 我覺得有很多台詞是還蠻 觸碰到我的心的 所以 也許我們可以從裡面的一兩句話 或是 他要講的 在某個地方的一個小小的概念 得到一些 你自己的答案 也許你就想通了什麼事情 嗯 嗯 小總最後你來 推薦一下 我 我那時候在演第四 在拍戲的時候 因為其實跟我們 現在其實有一段時間 那時候在拍戲的時候 其實是13集 那時候有還蠻多的表演 是當下對完整13集的 劇本的理解 去做的詮釋 嗯 但我自己在看完13集以後 我覺得我成長了 我跟當下之前的那個想法 改變了 然後我得到了一個很 大的一個能量就是 我覺得 我找到了 我想要找到的答案就是 愛這個主題 嗯 所以 我覺得現在 現在 不管是 疫情啊 還是現在這個時代 大家二元對立 還是什麼 各式各樣的 緊繃 我覺得 很多人都在尋找一個答案 然後 希望這部戲 可以讓你們 看完13集以後 得到屬於一個 你們自己的答案 嗯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先恭喜各位演員 還有我們主創團隊 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製作 然後大家在這裡面 這個劇本 這樣把它演起來之後 呈現也給大家帶來 很多不一樣的感覺 甚至會反思 那我們現在呢 來玩遊戲吧 欸 就轉得很硬對不對 不會 就是要玩遊戲好不好 還有遊戲喔 這邊 這邊就讓我們幾位演員來玩 我們要玩真心話或大冒險 大家 你決定要玩什麼 那就抽他好不好 來來來來來 抽他是什麼意思 就抽 會有這邊 這真心話 這邊大冒險 然後你看你選擇 你要真心話大冒險 誰要先來 玉琳先來嗎 真心話或大冒險 真心話大冒險 大冒險好像很麻煩 大冒險對啊 該不會要下到一樓 買一杯手搖 對啊 年紀大了跑不動欸 去移個車啊什麼 好 你要真心話大冒險 請抽 真心話 好 真心話 你感覺很適合大冒險欸 真心話 你不要講真心話 我們也不想聽 哈哈哈哈 你現在這個群體裡面 常被霸凌的角色 哈哈哈 我是不是已經 我想聽 我是不是已經講出真心話 我不用抽了 哈哈 我大概知道 來 欸 不好意思 打開來看 最討厭哪個角色 等一下 是劇中的角色 還是真正的演員 不是真實的人生 是這個戲的角色 這就好了 他等一下就說我 哈哈哈 因為是真心話 所以如果你要亂講的話 你就人生會走下坡 所以我確定好好回 哇 不能說謊 不能說謊 如果你講假話的話 股票就一跌不起 永無翻身之日 我已經跌得很爛了 哈哈 請看著前面回答 好嚴重喔 真心話 最討厭哪個角色 我真的沒有討厭的角色欸 對啊 我 對 他沒有什麼太對 對啊 你沒有什麼太對立 除非就是你老婆了 沒有 我很愛我老婆 我愛我老婆 對啊 最討厭哪個角色 那我也只能討厭嘎嘎嘎嘎 欸 喔 又愛又恨那種感覺 對啊 你選擇嘎嘎嘎嘎 接下來 嘎 嘎 嘎嘎 嘎嘎嘎 嘎嘎嘎嘎嘎嘎 不會那麼累 搞不好是幫大家買手搖影欸 或是寫書機 那你就 這是什麼 大冒險啊 他要做比較大張的原因 對啊 你要幫他們翻過來 這什麼 這什麼好多 這什麼 這是什麼意思 好長喔 經典台詞大冒險 就是你要講出 你要講李普惠的台詞 你要模仿他 你要模仿他語氣 他講話的感覺 然後講出這段台詞 喔啦 沒想到你會這麼鬧腫欸 那我可以被那個 那我可以看著講嗎 可以 當然可以 我記得沒有這麼短欸 我們 稍微精選了一下 你要用他的那個態度喔 我想回想 我想回想 需要我們幫你拿台詞嗎 對啊 我們需要 或是前面的粉絲幫你拿 好不好 那就先 他 他 他 前面粉絲要拍照 你們不要 我幫你拿啦 你手機 手機給我幫你拍 人家陣陣拍 你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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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沒那麼多 趕快開氣好了 我幫他拍嘛 我幫他拍 我幫他拍 自己特寫 要去玩笑 你可以假裝他是在這邊 對 你去交換角色就對了 你在這裡好了 不然這樣我要一直轉頭 看不到 我啦 我沒想到你會這麼鬧腫欸 連喝一杯酒也怕成這樣 說什麼代行者這麼好聽 我看你根本就是 嘎嘎來樣的狗奴才吧 不對 你不只是 嘎嘎來樣養的狗奴才而已 你還是他養的吉娃娃 噢噢 哈哈哈哈 你怎麼有一點 原住民朋友 對啊 怎麼會有原住民的口音出來的 你那時候是不是這樣 是嗎 你學他叫你嘔吶很像欸 第一個字很像 嘔吶 嘔吶 妹妹 欸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你要選哪一個樣子 我要真心話 真心話 我沒有力氣大冒險 真心話 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來 就是你了 好來 所以這個不必 我本來要抽到 哇 你抽到一個難的 很難嗎 天啊好難喔 這太難了吧 從來沒有講過的八卦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說 哇賽 就要講真的 這太難了吧 你就講很 因為你其實出道也是有點黏 有點資歷 因為你重新出道嘛 所以你大概 大概會有一些八卦 你講一個講一個 可以嗎 對 因為我是一個很不八卦的人 可是你總會聽到一些啊 或是你就知道啊 但我真的不太聽他講過什麼 對啊 我也是從來不講吧 所以我現在對於八卦的 我抓一些可能是 大家會覺得是八卦的事 我現在想都講不起來 好 那你想一下 對啊 什麼 什麼算是八卦呢 對啊 從來沒講過八卦 你講身邊的人嗎 通常八卦指的就是 我們這個圈子裡面的人 喔 演藝圈的八卦 對啊 不然你講那個什麼 鄰居的我們都 我們會關心他嗎 為什麼不關心鄰居呢 他的存在也是有意義的啊 好啦 好了 你選一個講 可能也是愛他的啊 好好好 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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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一個 你想一個 我現在想不到任何的八卦欸 有什麼八卦啊 不是你常合作的一些 藝人啊或什麼的 他的什麼 出過糗啊或什麼之類的 這種 五三大雅啦 五三大雅 現場的人好了 不是現場的人也行 算你們衰啦 好啊 因為想別人也想不起來 誰啊 不是誰有什麼怪習慣啊 還是 有什麼 怪 還是可以讓我想一下嗎 好 那就讓你想一下 因為我的腦筋沒有八卦這兩次 沒關係 你轉一下 進入八卦模式 好不好 接不過去 佳燕你要選什麼 大帽子 大帽子要演喔 我的 還要演 我很想看柯佳燕演那個 李普輝欸 這邊都是模仿題對不對 這邊都是模仿題嗎 應該都是模仿題 大帽子 不一定 那有買手搖嗎 你比較想買手搖是不是 你是不是很想下一盒 對 順便下去幫大家訂一訂啊 搞不好你抽到自己啊 什麼 欸 謝天麗了 欸 守護神這最後的 可以答應我一件事嗎 如果可以 能不能不要輸掉 欸 很感人 那個下雨 那個那一段 很走心欸 很走心 我想看你演這一段 欸 我覺得你要認真的演 就是講到下雨有沒有 然後 哇 大家尖叫了 不好意思 其實我自己有偷偷忍不住 想先看了最後一集 但是我看到這段的時候 我是 哭了 演到這邊的時候 我真的是 堆疊到那邊的時候 有哭 我們有問過 就是 其他看過的人 我們有討論 其實男男女女演員都有哭 都有落淚 是 哇 這句話真的 我要跟誰講啊 看鏡頭 看鏡頭 你假裝鏡頭就是 因為天地那一顆鏡頭 也是看著鏡頭 對 喔 對耶 對啊 那個是直接一個大片 他特寫 那他在你前面嗎 其實我看不到他那時候 他拿攝影機 對 他是攝影師 什麼 你在錄 我在攝影機後面 我在攝影機後面 我要給他能量 他要給你眼神 但其實你知道雨聲也很大 什麼都看不到 不容易耶這樣 就自己跟自己眼的 通常我們都在旁邊就是 喝東西這樣 對 真的是看不到 好來 欸 守護神 你看靈 今天會不會 不好意思 你可以認真一點 好 好 真的是最後的最後了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一件事 你可不可以 不要輸掉我的記憶 這有什麼 我講完了耶 我們知道你講完了 我們知道你講完了 謝謝你 我突然覺得那場我演得好好喔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超遠 沒有啦 這次太突然 這種真的很難 對 人山人海 你故意讓我的對不對 哈哈哈哈 不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突然 沒有啦 那個是一個情緒啦 對啦 這個沒辦法 突然這麼歡樂的場景 這個是走心的 這個沒辦法這樣 我覺得你突然又在一個現場演狀態 對 那個要下雨耶 踩到我的外面 對 也太幫忙了吧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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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水 那個水是真的很有幫助表演 當然很浪漫的 奇怪是偶爾拿閃喔 他在淋雨這樣子 哈哈哈哈 好 接下來 欸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欸你想到了 不是現場的人 好 那你說 可是可以讓我不要講人名 可以啊 不行 你講姓就好了 或是我們自己猜出來了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好 那你講那個事情我們聽看看 就是大家都說我跟很多時候拍這種愛情劇 只要有另外一半 我都跟那個男主角 其實都是會有蠻 蠻好的一個情誼的 是 對 但是其實我也有過 就是非常討厭的一個男主角 哇 你真的爆這麼大料 哇 冷靜冷靜冷靜 是 但是我沒有講過就是 他對我做了哪些事情 為什麼我會這麼討厭他 唉呦 這個好值 我可以講一兩件小事情 好好值得聽喔 我剛剛問你他姓什麼 你竟然說我忘記他 我忘記 忘記了 討厭到連他姓什麼都忘了 就是出套有點久啦 有些人都記得劇中 我發現就真的是忘記了 然後就是 他就是有一次 我感冒 重感冒 然後全劇組的人都知道我感冒 因為很慘嘛 就是大家都希望我很辛苦啊 氣氛那麼多 希望趕快早日康復好起來 大家都很關心我 但他從來沒有關心過我一句話 我也就覺得算了 但有一天呢 我就在他旁邊不小心啦 就是咳嗽 對 然後他就突然這樣子 彈開說 你感冒啊 然後我就想說 啊 他終於發現了 關心要來了 他說 那你離我遠一點 喔 喔 那 對 大概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討厭他是合理的 欸 等一下 你說你跟他一起演戲的男主角 對對對 我們在劇中是很相愛 對 沒有 我有碰過 他要爆料 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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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以為我們那麼精彩 我選這種滾動字的進行喔 來來來 下一個準備喔 最討厭的女主角 應該也碰過很多 最討厭的女主角 說出來 說出來 我沒有討厭啦 我跟他也是算 就是其實感情也不錯 嗯 只是當時也是在拍攝期間感冒 那他是一個 對他的表演工作非常 嚴苛 對自己很嚴厲的一個人 所以 那演員要把身體健康照顧好 才是基本 因為你生病了 你的表演都會打折 你需要花更大的力氣 你才能達到平常的水準 所以當然是要把身體顧好 嗯 那我那時候也是感冒 然後一跟他拍完吻戲之後 他隔天就開始咳嗽 就然後就開始流鼻水 然後他真的感冒了 然後他大概感冒了大概三天吧 那三天裡面他都不太理我 他是真的有點認真生氣 對 這個真的是沒辦法 感冒可是又要拍吻戲的時候 沒辦法 因為如果通常大家 如果真的是有革命情感化 也不會因為這樣的神器 不會啦 只是但是當時他可能就是 有點悶悶的 對 然後可惡竟然生病了 對 然後可惡竟然生病了 他不是不理你 他只是就感冒很嚴重 他也沒聲音 他也沒聲音 好 換你了 小鐘 你要哪一個 我是那個 真心話好了 好啊 來 應該已經沒有什麼八卦可以說了 對 那體已經被拿走 對啊 最喜歡哪個角色 最喜歡哪個角色 抽一張 換一題 對啊 你 你憑什麼拿這麼正面的題目 誰要看這一題 憑什麼拿這麼簡單的 不行 我都在講八卦 你拿了什麼啊 我都講啦 真的 他都把我八卦了 這可以吧 最多NG的一場戲 最多NG 他算不長NG的 他真的滿好 他就是感覺是準備好多 我先幫你問一下導演 導演 這部戲裡面 最常發生NG的演員 大概是誰呢 我 他還沒抽耶 我沒有抽耶 他還沒抽耶 強迫導演動講就對了 你延伸的問題而已 我不是早上去樓下買手游 我不是早上去樓下買手游 我不是早上去買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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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加蒟蒻的 但是這個世界還是在下雨 他是不是下雨 對 我覺得最恐怖的是這個 所以我們每一次都為了下雨不下雨 這件事情搞了很久 所以變成說 有時候我們 我記得拍在那個三風思旅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場戲 Gawas已經撤離了 然後 歐拉在 還在這個裡面 他已經變成凡人了 可是其實我們外面正在下雨 所以就變得很多戲 我們沒辦法走到那個外面去 因為在下雨 所以我們就假裝 拍戲嘛 就假裝說這個地方是個大晴天 嗯 好 謝謝 我幫你變時間讓你想了 哪一場戲 你還沒回答我們 自己最多NG 我自己NG最多 因為我覺得你背台詞算蠻厲害的 我覺得你台詞其實有時候樂樂等 而且有時候還有講足語什麼的 喔 其實講足語的 其實算NG蠻多次 因為基本上就是我們不是自己 的語言嗎 講爽的 其實有一個監聽 有老師 有老師 不行就是不行 聽不懂就不行 然後他叫你要重來 NG就是要重來 所以常常是卡在這個地方 對 然後因為其實我裡面有 蠻多鬼打槍的那種念咒語的 很像的咒語 很像的咒語 很長的一段 對 什麼 就是他有很多那個 嗯嗯嗯嗯那個 煙吼的那個音 所以就蠻難的 對 然後你一發一個不標準的話 那個老師就會說重來 答咩 對 對 欸 欸 轉著日文喔 欸 其實我蠻好奇 想自己自己想過 就是導演跟我們的這個編劇 是這次的合作做出 烏神之地不下雨 大家非常的喜歡 有沒有機會再看到你們 接下來的合作呢 就是這次跟壽司還有三鳳還有那個Phoebe 製作人一起工作的時候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成長 然後拿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因為我在比較前期的時候 就跟壽司在參與他的劇本 那他參與他的 對這個劇本他想討論的東西 所以在這段過程中 然後甚至到拍攝 其實你最大的心願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戲做到他所想像的世界 這我覺得是做這部戲 對還有所有演員 對我們共同的使命就是這個 因為他寫出了一個腦洞很開的故事 對其實 對啊我真的覺得當時看 真的覺得哇天啊到底要怎麼辦 就我常常也是會這樣問自己 所以這是最後一次的合作是不是 呃 哈哈哈哈 短期內短期內 我自己當然是希望能夠再挑戰他的更多劇本 嗯嗯嗯 這是我自己個人期望的 嗯 壽司呢現在有在寫新的劇本了嗎 有來寫新的劇本 然後其實我每次合作完都會問合作的導演 甚至製作人下去想做什麼樣的戲 嗯 然後這一次因為無神的宣傳過程當中 也偷偷聽了很多演員下次想講什麼樣子的角色 所以我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跟 我們不只是導演跟演員們都有在下一部 希望能夠寫出是他們相信並且喜歡的角色 在合作這樣子 好期待喔 其實因為其實這個圈子就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都碰到 然後還有更多更棒的戲出來 但是重點呢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馬上來看 我們這個最後一集的直播了 好那這個 我們等一下演員呢 可以往我們後面移 後面嗎 後面 喔後面這邊是不是 好的 現在剛剛有看完了 好看嗎 好看 剛剛整個書局都聽得到你們大家的笑聲 開心喔 滿不錯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無神之地不下雨》的最後一集 第十三集呢 剛剛已經播完了 那我們現在呢 也有請我們的主創 還有我們的演員 來 請上台來 也是順便給我們Facebook 還有IG上面 還有我們的愛奇藝國際站的 微博的朋友們 大家打個招呼 辛苦辛苦 來來來 辛苦的演員 請坐請坐請坐 今天喔 今天大家進來來到現場 所以如果你們有任何的 想要跟他們互動 或是問他們問題 我們先開放給你們問好不好 你們有人有問題問嗎 不然我們就要先從網友的提問喔 你們有想法了嗎 你們想起來講感想也可以 好那我們就先從網友的提問開始 好不好 好 不要太難的 對 我是覺得這個 嗯 沒事 試試看啦 呵呵 好 那就先從天地開始好了 好好 他說天地在劇中 從平凡人到擁有部分能力的 是個完事 甚至擁有剛剛那樣的神力 你覺得哪一個身份是最困難的 如果讓你選擇 你想要當哪一個角色 最困難就是擁有可以救人的 那一個能力吧 卻又不能那個 對 不論是演或者是真正角色的救 就是當你可以選擇救人 也就代表你在選擇你不救誰 嗯 我覺得那個心情是 這個戲是沒有給我一個答案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恐怖的決定 嗯 對 對 那個是蠻難的 好的 那接下來 厚啦 因為你這個大家很想問你說 因為你在陰陽交界裡面 遇到的嘎嘎啦樣這場戲 等於說你一個人 要演兩個角色 你那時候是怎麼樣 就是怎麼 怎麼去建立這個角色 我盡力了 其實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你們覺得呢 是不是 因為我是 我是在某個錯覺 我在看的時候我會覺得 欸 好像真的是有 因為你兩個人的角色是 神情是不一樣的啊 我們的做法是先做了 偶拉 嗯 因為偶拉的 情緒比較主動 對 偶拉是主動的 那他情緒波動大 再來是他 可以去比較容易去想像 接收到嘎嘎啦樣給予的資訊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們是記得 我們是先拍了嘎啦 然後再拍嘎嘎啦樣 這邊我必須很感謝我的替身演員 他非常屌 他比我先流下眼淚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真的 他通常都是拉背什麼的 他是我們的助導 對 他是我們的導演助理 導演助理 然後他 那時候是 算有點指定 要他當替身對不對 對 所以他自己也很喜歡這個劇本 他就是 也為了替身的這場戲 做足了功課 他是有演員夢的一個人 對 理解 所以我覺得他也幫助我非常多 因為如果我只是跟一個 純粹來當拉背替身的人來演的話 我可能會不敢看他的眼睛這樣 對 我覺得這一題好像可以讓導演來 他要補充一些 我記得 嗯 要做那個 嘎嘎啦樣的時候 我們好像是先 先拍了 許光翰那一個 就是嘎嘎啦樣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是在 那個7th 他來找謝天帝的時候 他看到了歐拉 然後那個其實是嘎嘎啦樣這樣 然後我們就跟孟柏就一直在抓說 嘎嘎啦樣到底該長什麼樣子 他的神情應該是如何 所以到了那個 陰陽交界出的時候 先拍了 歐拉的 然後 那位替身演員 然後也 把他的 把歐拉的 眼淚也逼出來 那之後 他在反的去做嘎嘎啦樣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一個 然後那個替身演員又還原了他 他當時的歐拉這樣子 就等於說 那替身演員也演了兩次 也換了兩次衣服 總共兩個演員四個角色 他不是提早被你抓去 就是一起背台詞嗎 他也是兩個台 兩個人台詞都背下來 他是沒有拿劇本 就直接跟他對演這樣子 我期待他接下來 大放異彩的時候 對 對 對 那接下來是問的這個是 喔要問 喂 喂 喂 啊不 好 接下來問一下 我們的智慧之神 因為這個 這都是粉絲問的 他說因為其實你 是很多粉絲喜愛的角色 這一次的演出嘛 當然 但其實你在花絮說過 對於這個角色是又愛又恨 台詞雖然很多 但是你演完之後 多了一份自在 請問分析一下為什麼 可以嗎 對不起 我現在也好混亂喔 不是 因為每一次看完 就會開始有新的東西 一直冒出來 是 新的問題 然後我現在就是 裡面累積了很多 對不起 剛剛問題是什麼 下一位 下一位 好不好 應該說 就說你演完這個角色之後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其實多了滿多的 比如說粉絲啊 滿喜歡討論你這次的造型啊 你的演出啊 嗯 你對這個角色說一些什麼好了 你自己接觸到這樣的角色之後 你喜歡嗎 或是說這部戲 如果讓你重新選擇角色 你會選哪個角色來演呢 我覺得應該還是一個智慧之神啊 嗯 因為那時候從 主要是我覺得他 他一直 帶給我一個很快樂的東西 嗯 然後那個快樂的東西是 你下了戲之後 你會一直把它留在你的身邊 嗯 然後就覺得 欸 有時候不開心的時候 就會拿出來再 再想一下 欸 那時候原來有這麼快樂過 嗯 嗯 對不起 我真的好多問題一直在我腦子 你是你剛剛很認真地看的 最後這個 我一直在想說我到最後 我我我 李應成看到我 我會不會跟我相認啊 喔 對 你突然這樣問我 不知道怎麼回你 對啊 會嗎 他會跟我相認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一直 因為最後 因為最後這個結局 其實有很多人 對啊 可能不同的解釋說 欸 說不他又是另外一個夢境 還是他是一個真的 現在進行的狀態是這樣子 也不知道 但沒關係 我就留給大家自己 因為 我個人是很喜歡這樣的結局啊 蠻喜歡的 好 接下來要不要問一下 這個 因為劇中的嘎嘎拉樣 其實在每個人眼中 都有說會不一樣的面貌嘛 請問在風之神 法力 你眼裡面的嘎嘎拉樣 是什麼樣子呢 就 就長他這樣子啊 喔 我覺得法力就是 就整部戲裡面 唯一看過 真的嘎嘎拉樣長什麼樣子 所以他在 我們故事的 一開始的時候 嘎嘎拉樣 把他留在這個夢裡 他又派了一個長得跟他一模一樣的代行者 就在這個世界 就千年之久 所以其實早在 就是1999年的時候 法力他其實精神就有一點錯亂了 你就可以想想看 就是你遺棄的一隻狗呢 在家裡 然後你又每天在他旁邊放了 他的主人照片 然後但他明明知道這不是他的主人 然後就是這樣過了一千年 這隻狗 就是在1999年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在醞釀成他要 瘋魔的狀態 但他非常相信他做的這些一切的瘋魔的準備 都在嘎嘎拉樣的安排裡面 是 好 接下來我們要問一下我們的雲之神 他說他其實想要 為他要想要殺了天地 阻止這一切發生 並不是因為說瘋狼愛上了天地 而是為了不讓 瘋狼從此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那如果真的遇到這個情況 你也會跟雲之神一樣 寧願被誤解 不想要解釋嗎 寧願 有什麼狀況 我寧願被大家誤解 對 我看狀況 但有時候我不是想要解釋那麼多的人 因為我覺得事實是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管別人怎麼說 都不會因為我解釋不解釋 或是因為別人的話 而去改變這件事情的真實 因為他實際上是怎樣 他就是怎樣 所以就感覺也不會解釋那麼多 可能這個有點像 就是不會去講那麼多 我想說剛剛我們不是有談到那個夢境嗎 就我們剛剛在看的時候 然後我跟法力都覺得 最後面這個有一點像是夢中夢 他有點像全面啟動的第三層夢境 就是李應成的這個世界感覺是 在這個偶像的這個夢裡 偶像是不存在的嗎 偶像昇華了 偶像是存在的 偶像他又到了這一層夢境 偶像變祝福了 他變個祝福 因為我是寧願 我自己本身寧願相信他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格格拉漾要他進到第三層夢境 沒辦法推他進去 對 他必須要讓他自己走進去 怎麼讓他自己走進去呢 他必須要先相信 自己存在 對 他是格格拉漾的一個願望 他首先要先相信 然後他心中跟謝天地有這個愛的存在以後 他才有辦法在格格拉漾跟The Murs 創造第三層夢境 所以格格拉漾見到了Murs說 我剛剛完成了一個願望 你可以再來跟我一起做 完成另外一個願望嗎 就是在做第三層夢境 我的解讀是這樣啦 當然可能有些觀眾可能解讀 也有他們自己不一樣的解讀 所以我那時候在做最後一場收尾的時候 會沒有表情 我沒有表情的狀態就是我跟格格拉漾在巡視第三層夢境 有表情的就是在現在的第二層夢境 然後第一層夢境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只有我跟格格拉漾而已 好 接下來這個問題比較輕鬆一點 有網友問說 如果你們是格格拉漾的話 你們會想要為這個世界 許下什麼樣的願望 這是誰的願望 這是網友 問大家 問你們幾個 如果 對 如果你們是格格拉漾的話 會想幫這個世界許什麼願望啊 很多 這比較輕鬆的 不用這麼在戲裡面對 就沒有疫情啊 那這太重要了 對 好 意見卻這麼一致啊 我有答案 嗯 就想什麼就想要什麼就什麼囉 不行啊 這樣會變得太酷 如果我是格格拉漾 是 我要全世界的人都相信我 都信我的永神 夠自私吧 這很ok啊 大家來天香遊家 都要相信我 都成為我的信徒 嗯 最後這個其實剛剛有 大概你們差不多有講過 因為這個最後看完結局 你們自己覺得說 格拉漾是回到現實 還是會不會其實 在另一個夢境中 你們自己 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解釋嗎 感覺是在第三層夢境中 因為你們兩個是覺得 是在夢境當中 對 然後大家都有了一個 新的設定跟身分 嗯 但其實我們還是在還是夢中夢 所以謝天帝會有一些既視感 他好像 他知道 他感覺好像有個守護神 他看過哈哈叫歐拉這樣子 嗯 真的 我 沒關係你可以先講啊 嗯 我的感覺是 他換了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原先的這些高娃斯 嗯 他把他真的轉成 用 他把他 意象成祝福了 他讓他更意識化了一點 但是還 對我來說還是同一個世界 只是你換了另外一個面相去看而已 嗯 我是比較這樣子 爺里你有想法嗎 我覺得好像是比較又醒來的 醒來的那種感覺 因為 因為像 歐拉就變成李應成啊 嗯 但是 但是原本的夢 智慧之神就是 李普輝 所以 感覺上是 有點 他們 從Gawas變成了 我也不知道欸 我現在好混亂喔 有有 你從剛剛坐下來就是混亂到現在 好 沒關係 接下來我們讓我們真的 你們剛剛自己這樣最新鮮這樣看完 有沒有什麼想法 你們想要問誰哪個演員 今天導演跟我們編劇都在這邊 有沒有 欸有問的有禮物是不是 沒錯 有禮物好不好 很棒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演員的簽名的 演員的簽名的透卡跟賀卡 是不是 透卡是什麼樣 我們有透卡是透明的一個卡片 顧名思義就是透明的 我有衣服透明 哈哈哈 然後還有一張我們寫的卡片 對 真的是我們寫的卡 真的很難得的東西 你看 這這個啊 這個對不對 有沒有要提問的 或說講感想都可以喔 來你先 你先就有禮物了 來 請說大聲的說 你這問題是要問 編劇好了 那時候 還沒遇過 還沒認識 沒認出是她吧 那時候天地 根本不知道這個女生是誰啊 對啊 她那時候戴了口罩 對 然後又在另外一家醫院 所以她根本不知道做這件事情 她沒有認出 那是因為 針對是 她應該說就那個人應該在另外一個醫院 就那個眼睛 不同醫院 嗯 好 我們知道護理長是護理長 對 是因為我們有上帝視角 喔 對 但是事實上 對 角色裡面是 對 沒錯沒錯 也許你可能忘記上次 幫你看牙醫的時候 幫你 洗口水那個牙醫師 你可能不記得她是長什麼樣子 對 嗯 而且加護她又戴口罩 對 好希望有 解答到你的問題喔 還有沒有其他任何問題 欸欸欸欸 主題很快 對 剛剛請問 請講演出席 演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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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会出现的戏都要拍掉 所以那天晚上也是拍到很晚很冷 他们两个人也是一直发抖 然后在雨中 我可以帮你补充 就是他们那个前面跟13集都有讲同样的台词 但那是分两天拍的 只是最后偶尔有回复他吗 第13集回复他 然后手紧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他 我跟他在远远的地方在那边 就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那么感人 对 不知道那么感人 我们远远在开那边 我们还在那话修你知道吗 然后他还在吃泡面 我在吃泡面 还想说什么时候到我 对 然后还想说 我明明就只有一场戏 什么时候可以把我拍完什么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亲 我们根本不知道旁边就是在拍这么重要的感觉 对 这么重要 拍戏长就是这样 我们在旁边聊天然后很放松 一边吃泡面还干嘛 那法律你跟偶尔 那个在对戏的时候 你们嘴巴是喷出烟来 那是真的是够冷是不是 那个在风的家 那是超人 寒流最顶 我觉得这个 虽然就是刚好天气的状态这样子 我们在石门水库 同年附近 那个真的是很辛苦的拍摄 好 给他礼物 还有没有提问 好 那你先 这超哲的超哲学 你说 你说我现在 我会打这一巴掌 看看痛不痛吗 我可以回答这个哲学的问题吗 我也好想回答这个哲学的问题 真是乔就很想回答 妹妹啊 就让他们回答吧 所有的答案最终就是爱 当你有了爱 就当你有了爱 就是最终的一切的答案 记得来师傅这边 添一点香油钱 妹妹啊 随喜就好 随喜就好 爱是骗不了人的 没有谁骗谁 也没有自己骗自己 爱是不可能自己骗自己的 你想开示是不是 来来来 没有 随喜啦 各位随喜 不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他的问题 有一个有趣的癥结点 你没有办法骗你自己 你相信你存在 你只有相信和不相信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你看偶然 就最后他跟嘎嘎啦样的 那个对话过程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他没有办法骗 他是真的相信 他被感动了 他相信有人爱他 他爱到 觉得他是一个愿望 即便全世界都把他当白痴 还是有人相信 他是存在的 是那个东西让他相信的 对啊 如果别人都相信我 这个爱 对啊 你说的是对的啦 对 爱是一切 倒回来 头一个叫的 不管是科学 还是宗教 还是神学 最终的答案就是爱 哎呀 真好真好 哎来 这个跟戏里面的 带一个开示 没有 这个戏里面随喜就好 我感受到了 没有这个戏里面 讲的所谓的 谎言跟愿望是一样的 你刚刚说是骗 还是 但是我们的角度就是说 这件事好像只有相信跟不相信 我没有办法用骗的 就有点像 戏里面讨论那个谎言 跟愿望这件事情一样 嗯 好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但是应该不错 好来 来 你先 你你你 我想问 就是刚刚 刚演的时候是三成后 那就是第一成第二成三成 就是最后的临时的同胎 就是有个最影响最棒的临时 我可以对我觉得我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你 我最喜欢的就是李应成的状态 林依晨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林富平女神吗 也不错 喜欢林依晨的状态 跟你演戏的那个林依晨 我也喜欢林依晨 我们都喜欢她 我们都喜欢 嗯 嗯 我忘记不知道要讲什么 哈哈哈哈 还谁 哈哈哈哈 你最喜欢议晨的状态 对 这个 嗯 就是 我觉得 这个结局 他给了我一个很接近答案的一个方向 嗯 一个诠释 他让我 他让偶辣 像 像刚刚讲到的 他让偶辣 有点像昇华的感觉 成仙的感觉 嗯 就真正的变成了 因为祝福他从来就很难 他其实很难具体化 他很难是一个 一个形 一个你可以 这么 是是我们前面12集 把它变成 Gawas 一个祝福 把它变成一种形体 让你看得到摸得到 但其实到13集的时候 他其实 他其实就是一个意识而已 嗯 对 那偶辣他还是存在 他只是一个意识 老天下雨下下来的时候 我们感到快乐 我们感到祝福 我们喜欢这场雨 那偶辣就存在了 那那 可是他又 受制很 很屌的地方 就是他又把这个东西 很失忆的埋在了前面 前面12集都在埋 到13集的时候 就是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要怎么形容呢 嗯 天地记得的所有事情 他记得有一个守护神 但其实 那都是李应成在帮他做的事情 反正我就觉得 这很像一个女生写出来的 怎么会是一个女生 真的是 里面灵魂是一个小女孩 对 但是却 却也让一个直男 就是很感动 嗯 对 有回答到吗 有 有啊 所以你的设定里面 请问李应成 他是会老的吗 会啊 他就是人啊 他要跟他一起这样 但是他有一些神力这样 他最后就是 变了一个魔法 嗯 好 接下来 举很快 来 请 好问题哦 他问的是说 因为我们直播的观众 他问题是说 如果你有这个 像剧里面的记忆之书的话 你会把你不好的回忆输掉 还是你会把这个记忆 继续留着 然后在你身体里面 我不会输掉 因为我觉得人是这样 就是你是由过去 发生跟经历的 每一件事情 遇见的每一个人 不管是好坏 才会有现在的你 你现在所有的想法 你的 你散发出来的气息 所以能够 我现在能够是现在 就是现在的我 我觉得是因为过去所有事情 堆叠而来的 我就不会想要去 输掉任何记忆 搞不好 拿走了一个部分 他对我来说是 不开心的 当下可能是不开心 痛苦的 但我可能就不会是 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 这是牵一发动全身 而且很多事情 当下你是觉得 很痛苦不开心的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 你回头看 他对这时候 你搞不好是一种礼物 所以我是不太会去 觉得好跟不好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出生那一刻 已经注定了 对因为 没有悲喜不成人生 你要是真的 我们真的把人的悲伤 全部输掉的话 其实你会看起来 像个疯子一样 对对对 其实是要有悲伤的 就是要能够 我们要能够感受到 痛苦 我们才会知道 快乐是什么感觉 如果世界上 只有快乐一种感觉的话 对 我觉得那快乐就没有意义了 不是有一个故事 是第一批人类是只有快乐的 所以他们很快就死了 什么故事 什么 害客任务 害客任务 是吗 对对对 对对 那是一二代 害客任务 对对 第一集就有讲到 嗯 好 接下来 希望把礼物送出去 来 你来选一下 你来选一下 谁谁 那个黄 鱼 鱼 鱼肤帽 鱼肤帽 来 请说 男生 哎呦 你会学到问你 好厉害 好 这位粉丝问的是说 你在戏里面的一些嘶吼啊 或是这样的情绪失控 你是本色演出还是有特别去准备 应该是有拿瑞士刀插自己大腿 哈哈哈哈 哈哈 那就是被瑞士刀插到的感觉 没有呃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导演也让我有很大的空间 嗯 我觉得应该是剧本给我的想象力 剧本的那样过去 对 然后我当下就像中邪那样的状态 就是 当然自己在读剧本的时候会有很多想象 可是到了现场以后会有很多临时加的 然后包括台词 像呃 那场戏 我最后靠在欧拉的肩膀上 那个也是 我觉得哎 导演我可以这样做吗 对 就是就是其实也是跟导演一起讨论 然后也谢谢导演 最后有把这个片段把它剪出来 因为其实导演可以不用 就算我演的再怎么 嗯 就是我的想象 导演最后可以选择不用 然后其实台词也是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台词 包括就是呃 原本的剧本里面没有 但是我在现场我觉得 我的感觉到了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我就会跟导演讲 比如说在最后有一场戏什么 只有我得以存在 嗯 就是这一句话原本不是这样 原本是更白话啊一点 然后只有我就是当下的感觉 突然就觉得我 就是想想想想讲 得以存在这四个字 其实这个环境是不是也有帮助到 你法里的家太特别的地方 那个环境很美 然后其实还没拍到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就是坐在那个海里 就在玩水 然后其实还在拍他们其他场戏 我觉得其实就是在那个海边 就自己 插手插着那个沙子 然后就自己再想想 待会这场戏 怎么可以跟这个环境产生关系 嗯 好的 接下来 你选一位好了 我是选 压力很大哦 对啊 你每个眼神都太支了 那就这位 这位戴蓝色口罩对 蓝色口罩 他明明是 你说后面那一位是不是 蓝色口罩 对 好 什么意思 对他选后面这位 蓝色口罩 他真的是蓝色口罩 对 这位少女 请发问 他的问题是说 在拍摄的当下 跟你们现在看这个成品播出 真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特别有冲击的 那都哥你的听力很好 哦 是吗 听力超好的 你很近 还行还行 你没有办法读唇 对啊 来谁特别有 我 好 我当 当时候读剧本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非常理性的 一二三层梦境 然后最后的画面 我跟嘎嘎良去巡视 所以面无表情 然后在 在生之神 那个是因为 在第二层梦境 其实那时候都是很理性 然后我也很喜欢 就是最后一个镜头 欧蓝 李应成 看下了 看向了镜头 就有点观众 突破了 第四道墙 对 我觉得那个就是 把我带给我一个 哲学的思考 然后其实从我看完 第十三集以后 到现在其实也有七天 我每天 睡觉前 还有洗澡 吃饭 一个人发呆的时候 我就会在想 这个哲学思考的问题 后来我得到了一个 我觉得 我很满意的答案 我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最后 欧蓝 看向镜头 它其实就是 告诉观众 你就是 代行者 在未来 你就是嘎嘎啦一样 你也可以受到祝福 你现在就是一直在执行 未来的你 给你看到的时光倒影 所以 还是那句话 最终的答案还是爱 你必须有爱 才有办法去相信这一切 是 有个台词啊 对 就是我有一句台词 台词就是 当一个人 爱上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他才会相信 他眼前 所看到的一切 是真实的 就是有爱 好的 你才有办法成真 这个问题我可以稍微延伸一下 问一下导演 或是先问编剧好了 就说你写完这个剧本 然后到最后执行出来 是这个样子 跟你心中的 画面有不一样吗 或是整个你觉得 很诚实的说是 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压根没想到 他会不会被拍出来 因为对于台湾的拍摄能力 以及特效 甚至是演员都 没有那么的有信心 但是看到播出 以及我们所呈现出来的 我会很期待 未来不一定是我们执行 就会很期待台湾能够出现 像这样子 有很特殊的画面 特殊的说故事的方式的戏 会慢慢出来 因为我们做到啦 对 这个值得掌声一下吧 真的真的 因为 其实很多剧作家 写出来剧本的时候 的确就像你讲的 你会没有信心 会不会执行得怎么样子 有时候甚至会你会觉得 会不会糟蹋了 一个想法 但是其实出来这样子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满意这样子 那么接下来是最后一个粉丝 的那个 富宏博交给你来选 好不好 你来选 哥哥来用 哥哥来用 一切都是哥哥来用 你要数 我想选你 你想选他 好 因为 因为前面都 而且你刚好这个距离 可以跟他来一个创世纪的 那个时候 创世纪之手 好 哦 你要选他吗 对 我想问 就是在看到那么多神的家 而且我看到房秘的家 所以他算是算得很成功 好看 但是他的家怎么会在菜市场 你觉得 我家 他家有菜市场 他菜市场有家吗 菜市场不是我的家呀 那我没有记得 你也在菜市场有家呀 我只是在那里打工而已 哈哈哈哈 每个人的家就反映 那个Gawaz的性格 他就是一个菜吉亚 菜吉亚哈哈哈哈 什么都有 应有尽有 他刚刚这个粉丝是问说 为什么这个 你的家是在菜市场 这件事是吧 他有家吗 他出现的场景 但是我们戏里面 没有出现 我应该是四海为家 对 他以每个人的心里面为家 对 嗯 没错 所以我常搬家笼 心里 好 好 那现在接下来 我们要进我们最后一题 咯 好 这边还没还没 这边还有一个题 等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麻烦一下这个 这部剧看完之后 我们现在大家简单一句话 希望在观众心里面留下的一句话 说是一个词汇是什么 看完这部剧之后 你应该就是爱 你自己说 爱 是一切的答案 讲完了 嘉燕 我 你相信什么 什么就是你的真实 哎呦 天啊 来 我 我简单解释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一段 演就是大家都看不到欧拉 但我相信他的 那一段的时候 我在看到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蛮丢脸的 就是要演这个东西 因为就真的就是很像 很像一个疯掉的人 可是后来寿司有跟我 说明了一下那个 那个他的那个感动是什么 然后 这个让我 就是想起了我以前写的一个歌词 我想要 送给大家 就是 那个歌词是这样 他们笑我的认真 嘲笑 他们 他们笑我的单纯 嘲笑我的认真 是因为他们 遗忘梦想 很久很久了 就是你看起来很白痴 不代表你相信的不是真的 嗯 他想到的是干话 他想到的是干话 对绝对是 我们乐于听你的干话 没事没事 太干了是不是 就是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见 好呢 其实没有 好谢谢大家 没事 我们等你 我们等你 五八五九除坐田 来 好 泡泡 就 就 就是 这个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事物都是 没有所谓 所有的对跟错都是你赋予给他的 有跟没有都是你赋予给他的 那就看 你想要赋予他什么样的意义 他就会是什么样的存在 来 玉琳 你疑惑完了吗 你可以聊天了吗 老实说我还在疑惑 但我觉得这个疑惑是很棒的 他就是 他带给我很多的反思 然后还有相信 然后我觉得 很厉害的是 因为我最近又开始 看其他的东西 然后 看到有很多的故事里面 我都会不自觉的跟 我们的故事连结在一起 即视感 我也是 即视感 像我 我前一阵子看那个小脚怪 我的天啊 小脚怪是什么 有人看过小脚怪吗 好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昨天看了 《嗨客任务》一二三四集 我连看老高的影片 我都觉得很像我们 有 他才会讲到这种 时间是个环啊 对 对 我都看 每集都看 不是 聊开 对 聊开 自己聊开 对 然后就有很多的 比如说那时候看我都觉得 哇天哪 这故事我可以连结到七大罪死神什么的 很厉害 得到很多的那个 回馈 我觉得这部戏 你要不要不要拿演出费 那像 来这边得到了很多的 启发 蛮好的 蛮好的 好 导演 导演 我觉得 刚刚大家都有提到说 那个天地跟欧拉在 雨中 互看 还有最后欧拉 映成看着镜头的 那一个 其实当时 想要这样设计是 觉得 那一刻就是在跟神对话 在我的想象里面 所以 不管大家得到的 你就是 或者是 或者是 你还在做梦吗 这些 我觉得这个 最后让 欧拉选择看镜头 或者是 欧拉和天地选择 看着镜头对彼此说话 有这一份意涵在 有人神本议题 我觉得天地有情 所以 爱护环境 然后 你可以做到事情很多 蒙受祝福 那这个是我对这部 这部剧到最后的感受是这样子 好 受诗最后要帮我们说一下 最后一集里面有一个台词 其实我在写的时候写给观众的 就是 欧拉对 跟大家说 如果你不能后悔 让我来替你后悔 如果你不能犯错 由我来替你犯错 我希望观众看这部戏之后 可以有 可以用心的 应该是说用力的去犯错 然后用力的去后悔 因为这是我们比神更优越的地方 说得好 好 接下来我们这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还要站起来 是你的 祝你生日快乐 我还要站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 先坐下 因为呢1月10号是我们柯佳燕的生日 然后就是过十二点 谢谢 这是他们送你的花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最后一集的时候还顺便过生日 过生日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谢谢 谢谢大家 真的 而且谢谢你们 而且我觉得大家现在坐在这边坐这么久 应该其实也蛮辛苦的 做古神经蛮辛苦 对 许愿许愿 许愿许愿 前两个要讲出来 许愿 不免输的 你就是嘎嘎的样子许愿 好 旁边这么多声明 许愿我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然后 就是世界恢复到一个可以比较 健康正常的样子 嗯 像之前一样可以到处旅行 对 然后第二个愿望是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嗯 对 第三个愿望是 放棄里面 好 我在许愿愿 许愿会为什么后面走出来的时候 汉堡汉堡 我在我每一次许愿的时候都会想到 讲了想到他想 哎 是不是这个要出现 所以你他会帮我 他应该 这个没办法吹齐对 这没办法吹齐 第三个愿望 来 你吹我把它捏掉 好 好 成立会了 谢谢 哇 特别准备了一个小惊喜给你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好 我们大家来 合照一下好吗 你这车头灯 哎 大家可以 可以要起身了吗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车头灯吗 好 我们来 我们来 等我们来 我们来 我们来最后的合照 哇 怎么怎么怎么 这么大 好 麦克风不用拿 不用拿 不用拿麦克风 那我们稍微 演员往前面 往前 对对对 后面有摄影师这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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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来看粉丝这边 我们先看右边这边 我们看大家右手边这边 好 然后眼神慢慢的慢慢的往中间下面这边 然后再再慢慢慢慢的来来来左左左左边这边 这样大家都有正面的看的镜头的照片 好的 都拍到了吗 谢谢谢谢 反过来 对对对 这边 这边有没有反过来 你们会入镜哦 你们会入镜哦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我都准备 不要打 真的假的 可以蹲 是不是 是 蹲的 哎 你们可以蹲吗 可以蹲吗 是谁 可以 我可以 你们稍微可以可以蹲的辛苦一下 好 我们蹲一下 你们前面这几个脸非常清楚哦 戴着口罩也是要笑哦 因为眼睛会不一样 好 我们 要换镜头 好 好 没关系 那我们先 好那你最近做就先做 这个照片到时候都会在官方网站那边有嘛 好 大家可以去那边去找 壽司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就你有一次在应后直播的时候 你说就是你跟我第一次碰完面以后 你把后面的那个剧本 创有稍微做了 就是越写越带劲 是 然后想知道那个是哪一个部分 跟你原先的构想 然后哪一个部分是越写越带劲 然后完整了 更多人物的故事线 绕有缘 一开始其实法力的角色 其实更功能性 更不带情感 但是那边跟小松聊过之后 觉得 他看到了一些我没有看到的东西 然后 我们现在重新开始了是不是 既视感 时间是个圆 没办法 刚刚就等你回答完 没关系 然后就是最后面 其实写的最后就是那场 他跟罗拉之间的对话戏 那别人其实就是 for那时候讲的 又写越带劲的地方 因为有把那一个 执迷 那个只有彼此被神抛弃的那种感觉 写出来 然后还有 那个 他 其实是一个他套娃的概念 就是 套娃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设计了一个东西 但其实是他设计的 就是 就是你所做的一切 其实你没想到你所做的一切 都在他的安排当中 但你却不知道你的反扑 也在他的安排当中 这是当你最让你生气的一件事情 也是你被背叛的那种感觉 就是 你为何要让我活在你的谎言里面 即便我那么相信你 你还是骗了我 但他其实没有骗你 他只是不从你怨 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 背叛 跟期待当中 我觉得那边是我所写越带劲 就是他要让我在过程当中 去明白每一个背叛后面的意义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等一下可以去拿签名图卡 好 来 我们现在请各位演员 我们祖宗团队我们来这边 然后面对我们 所以这边大家会入到镜 那你们可以坐 蹲或坐月 不然会太挡了一点 我们可能要坐 不然会坐 我觉得你们坐 坐得下可以坐吗 方便吗 你就是躺吧 好 我们大家往后稍微退一点点 因为前面没有位置了 小心哦 慢慢的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哦 这样有办法拍吗 可以 可是 再往后吗 我们再往后 再往后不好意思 因为这样 是中间稍微麻一点 然后 然后他们在休息 对 较较较较较 他手 还哦 对对一定 1 1 2 3 躺在后坐的大腿上 莫名的突然有福利时间 怎么讲 好 小欣 要帮他 扶他補 他這個要夠廣獎嘛 來 1 2 3 3 你們可以開心一點嗎 開心一點 Yeah 謝謝 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活動差不多到這邊 也給我們線上的 Facebook IG的 還有我們的愛奇藝國際站的 微博的朋友們說聲 掰掰囉 大家說掰掰 謝謝你們 朋友們都這麼玩 謝謝 謝謝 所有粉絲你們辛苦了 我們最後一個晚上辛苦 謝謝 謝謝大家 辛苦了辛苦了 謝謝 謝謝大家辛苦辛苦